會拍到哪裡 不會啦毛巾毛巾也沒拍到 你要表演的話就來到前面表演這樣 好時間關係有一半的人有一半嗎 我看其實還沒有 把誰 好大家請坐好那我就開始上了 來請看到113頁的地方 來進來還沒有坐定的也可以回答問題請問大家 在我們上一節課提到兩波 也就是西方的文化還有這一些科技的內容 傳到東亞世界第一波是哪一個歷史事件之後 不要去動它啦我那調了半天 它是不是歪掉了 真的很煩耶就是我這調一次要調很久 還好 來第一波是在哪一個事件之後 西方的學第一大發現來 16大概是16世紀之後第一大發現來 來第二波 工業 對工業革命 大致上是19世紀之後 那我們第一波其實還沒有完全講完 來第一波現在請看到在113頁地方 我們上一節課是講到日本跟中國 那113頁它朝鮮跟越南各用一小段 你現在先把113頁第一行畫下來 好17世紀有關西人的宗教知識 是透過中國的漢義西學書籍引進 那這個地方它提的是朝鮮 所以請問根據你畫線這句的意思 這是直接還是間接的傳入 來間接 所以我們看到朝鮮因為在歷史上 它固定會派使節來到中國 那他們的目標就是北京嘛 那各位知道像利馬鬥 後來像湯若旺這些 耶穌會的傳教士 是不是也待在北京 所以他們就會在北京進貢的時候 看到這些耶穌會傳教士 那把他們認為有用的知識傳入 像我們上一節課有提到昆與萬國全圖 世界地圖嘛 那所以這張世界地圖 既被日本抄了一份回去 也被朝鮮從北京帶了一份 回到里市朝鮮 所以我們看到其實朝鮮因為它地理位置 以及它跟中國特別親密的關係 所以當時這樣的知識的傳播就很多 那後來也有天主教的傳教士 就來到朝鮮 那我們看到投影片幫各位做補充 因為這段真的很短 明末當朝鮮初始明朝的時候 接觸利馬鬥這一些傳教士 那這邊有他們傳入朝鮮的一些物品 像各位這邊特別注意到紅衣炮 紅衣你可以指荷蘭人 也可以指對歐洲人的統稱 所以這個紅衣炮你就會發現 東亞世界各國都一樣 知道歐洲人這時候的火炮的力量 已經遠遠超過東亞各地 所能夠製作出來 所以他就會去學 增強自己的國防 那這個是很實用的目的 那再來我們看到像是昆宇萬國全土 剛剛提到 那不過朝鮮跟我們提到前面的 中國跟日本一樣 最後也都禁教了 好你們先回答 中國禁教是在哪一個皇帝的時候 雅雍正1723年 那這邊朝鮮的禁教你可以時間寫一下 在1801年朝鮮歷史有一個特色 他們的事件都是用甘枝祭年 所以新有年就是1801年 當然你們現在大概不太會祭這些天甘地枝 但就是說1801年的時候他禁教 所以時間上其實比中國晚很多 但手段又蠻激烈的 也就是把這些傳教士整個驅逐 然後用很重的刑罰等等 那所以我們看到整個東亞世界 早一點晚一點都開教了 早一點晚一點也都禁教了 好再來我們這一段朝鮮 就用這個清剿的方式帶過 接著請看到越南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就把握每個地方 可能有一些區域性的特色 好越南是在這一頁113頁底下 好那我這邊直接帶課文 越南這一段時間是分裂的 就跟我們上一節課講 日本在這段時間是不是戰國時代也是分裂的 那分裂跟一統帝國的傳播的情況就不同 像中國就是皇帝點頭 或者皇帝搖頭開教禁教嘛 那我們看到的是在日本的話就是各地 只要這些戰國大明信奉的天主教就信了 所以每個地方會有分歧 越南也是一樣 當時比較是一個南北分裂的局面 所以他們其實有時候會用一些天主教的傳教士 有時候會禁教 可是就算禁教也不會有很大的實際影響力 各位知道你跑到他管不到的地方 是不是就禁不到了 所以這是分裂地區的狀態 好那我們這邊也抓一個重點 你把這邊畫下來 習德火炮傳見之術 這不都是西方的強項嗎 也就是他的這一些火炮特別受到看重 這是在我們提到的四個東亞的國家跟地區都出現的 好那這邊我們再帶一段也是課本 你把最後一段的羅德士標記一下 好17世紀的時候有一個耶穌會的傳教士 那像我們日本就會記沙烏略 中國就會記立馬鬥 在越南的話羅德士大概是一個最重要的名字 不過羅德士我們會記得他 主要不是因為傳教 因為他很快就被驅逐了 可是羅德士在傳教的時候 他就幫越南語創造了一套文字 我先請問各位 在羅德士來到越南的時候 越南自己本身稍早有沒有文字 越南有文字 想一下 越南有什麼文字 中國字有知識分子用 這個答案是對的 可是他還有一套屬體字 還記得那個字南嗎 字南你可以寫在旁邊 南是那個東南西北的南 再加左邊加口字旁 字南你要反過來講南字也可以 所以是不是用中國的那個文字的部首偏旁 也創造自己的文字 那字南其實本身就是一套拼音文字 但是羅德士不用我們很明顯知道為什麼 因為西方人用不慣這一套 中國的文字的特徵 而產生的文字嘛 所以他用羅馬拼音 再幫越南語再生產的一套文字 這樣各位有聽懂嗎 那這套文字在當時也沒有特別流行 可是我們知道歷史發展是 19世紀之後 越南慢慢淪為法國的殖民地 那法國人就把當初羅德士發明的這一套 直接普及來使用 那所以今天的越南文 基本上就是羅德士創造的這一套 我們歷史是這樣嘛 有時候如果現在還在的東西 我們追本溯源 在歷史課本講的時候 也會把它講得詳細一點 那這一套的越南字 大概就是在這樣子的脈絡之下 好那這邊我們等於把第一波 四個地區都講完了 好接著我們準備講第二波 但課本有一小段 他放後面 課本放錯地方 翻到116頁 好116頁這個地方 你第二行藍學先標記一下 各位國中有聽過藍學嗎 誒有還是沒有 看各位困惑的表情好像沒有 那為什麼其他班都說有聽過呢 他們不太一樣 他們不太一樣 好這個答案不錯我喜歡 好那就是藍學是 來仔細聽 透過荷蘭人 日本引進的歐洲的學問 所以請你不要直接理解 它是荷蘭人的學問 因為當時是不是鎖國之後 唯一可以跟日本做生意的歐洲人 是荷蘭人 那日本當時還想吸收歐洲文化 就叫來長期做生意的荷蘭人 定期匯報歐洲最新的一些新知 所以這些我們就 廣義叫藍 就是說叫藍學 但它其實是整個歐洲 學問的統稱 好那這邊鎖國又牽涉到一點 頭影片 日本其實鎖國沒有鎖這麼嚴 那跟中國在明清時期的海淨 有本質的不同 中國是把自己當老大哥 所以我跟外界隔絕不會是我的損失 中國長期以來的邏輯是這樣子 可是日本當初鎖國是因為 天主教實際上引起這些西方宗教 跟日本傳統宗教的對立 火炮是不是又引起地方的大明 跟江戶幕府之間的對立 所以它鎖國的原因是很務實的 我要避免這些負面因素影響日本 可是日本又覺得這些歐洲的學問很實用 所以最後他們找到一個蠻務實的方法 也就是指開放長期這個地方 所以各位看這是長期 它是一個比較傳統的繪畫 但這張繪畫其實蠻好用的 長期是一個蠻深的港口 它跟基隆有點像 各位知道從那個 台灣北邊的海面進入基隆 是不是還要再航行一段 就基隆港比較深嘛 你要真的到陸地就是還要航行一段 那兩邊都可以是碼頭 長期是一個大概基隆再乘以十倍 近來是非常長的一個水道 那走到最底端就是長期的市區 那這邊有個人工島嶼叫初島 不會看得出來是扇形的 然後有一條橋 這個就是日本通往世界的一條橋 講起來很戲劇性 但真的就是一座橋 這座橋平常是不開放的 那江戶幕府只有在必要的時候 緊急的時候 才會讓初島上面的荷蘭人 登上日本的陸地 初島本身不算 那什麼情況呢 我舉例 在長期有一個 日本的什麼大明的家族成員 就是因為要生產了難產 就會找那個外科醫師 荷蘭人的外科醫師來接生 像這種緊急狀況就會有 還有像一些富有特殊的使命的 特許的也會有 可是平常就把荷蘭人管制在這邊 我只是讓他的知識 叫你定期匯報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日本人找到一個蠻好的方式 就是我自己隔絕西方人 負面的這些因素 我又可以吸收歐洲的知識 這邊把握一個我要講的重點 日本其實並沒有停止 對西學的吸收 這一點跟中國的差異性非常大 但中國其實是有一個 感覺上就是不需要外國人 這一些的知識 有可能好一點 沒有也沒關係 但日本不是 那我們來看一張圖 那這個紅毛雜畫 各位有沒有看到他附的圖 這是一個 他在展示什麼東西 真顯微鏡 我覺得你如果去對照 像17 18世紀的中國 大概是清帝國的時候 然後跟日本江戶幕府 做對照 你就會發現一個很明顯的不一樣 日本其實當時一直在吸收 西方最先進的知識 那中國不是沒有吸收西方知識 但就是有一段沒一段 所以這是一個顯微鏡 然後再來各位再看一張 這個山田玄白的解體心書 這是解剖學 所以實際上日本在後來明治維新 我們一般的理解是明治維新之後 他大量開始學習西方嘛 這個講法會好像他之前 沒再學習西方 但不是 日本從來沒有停止過 這是為什麼在明治維新之後 他可以衝很快 因為他其實累積了幾百年 但中國不一樣 中國是真的中斷一段時間之後 再來學習 然後又有那個老大哥的尊嚴放不下 所以我們如果真的要比較最近這一兩百年 中國跟日本的歷史發展 他有一些比較長期而根本的因素 你來對比就會發現是不一樣的 好 那我們接著要進入到第二波囉 第二波就是各位剛剛回答的工業革命 現在請你先翻到115頁 好 請在115頁的標題自己標記一下 你要標記19世紀 標記工業革命 標記第二波 選一個詞 標記在課本的標題之上 我的水壺為什麼不見 東南亞哪裡 東南亞哪裡 115頁 114頁東南亞就看過去就好了 因為東南亞實際上 有傳播都是小國 那當然有一個天主教大國 那是西班牙控制的菲律賓 可是那個跟我們講的東亞各國不一樣 因為它等於是殖民地的嘛 這段因為你看得懂嗎 就是班長總是會提示我 應該要再講一下哪個地方 感謝你 好 已經寫了十九世紀 那十九世紀的第二波 其實它跟第一波有很大的不同 最大的不同在哪裡呢 它的力道 所以第一波是西方人來敲門嘛 那東亞的各個國家地區就硬門嘛 然後覺得不好的時候是不是就關門了 好 那個白話講大家都聽得懂 十九世紀不是 十九世紀西方人來敲門了 那你不硬門或者硬門太慢 怎麼樣呢 他直接把門燒掉了 他進到人家客廳了 知道這兩波的力道的強弱的不同 好 所以十九世紀在工業化之後 西方人船間泡利 已經不是第一波那樣子的檔次了 好 所以不管你的主觀意願 是要吸收西方的知識 或者不吸收西方的知識 你的門戶都會被打開 所以簡單來講 因為我們也在東亞世界的 那個空間的範圍嘛 我們現在的生活長成這個樣子 我們現在的世界長成這個樣子 是課本這一頁之後 那我們現在看到都是結果 好 那因此東西形式逆轉 那現在我們要跳一下 課本的頁碼到118頁 請翻一下 然後118頁請看到最底下這一段 他是放在118頁東南亞這個小標題 但其實不是 這是我們這一節的結論 所以這邊就特別 118頁最後一段 好 第一段講的是 16、17世紀第一大發現 第一波嘛 東亞政治體制沒有明顯改變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要不要硬門 你門要開多大 或者最後關上門 東亞的這些政權有主體性 他有選擇 那第二波是工業革命之後 那船間泡利你特別標記一下 我等一下會特別解釋這四個字的 精確的意思 好 那因此西方人來了 而且他們這個時候 因為隨著工業化之後力量越來越強 他們信心也越來越大 他們就覺得歐洲以外的地區都很野蠻 所以他們是帶著文明的使命 要讓這些地方邁入文明 那這個在概念上其實跟他們第一波來的時候 也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那因此我們把118頁的這一段 當成是一二階段的銜接 那這一張請你翻回115頁 然後在115頁 右上角空白的地方把它抄下來 那速度麻煩把握一下 那我們剛剛不是用開門嗎 來形容被迫打開門戶 門戶其實就門的意思嘛 那所以這些都是門被燒掉的時間 因為真的是用燒的 都是用戰爭用強迫的方式 打開東亞各國的門戶 那中國因為是一個最大的目標 最大的經濟體 那原則上西方人歐洲人來 第一個都是以中國為目標 所以1842年這個是南京條約 那日本稍微晚一點 打開它的是美國1854年 然後再來越南當時是阮潮 就是阮氏政權1862年西共條約 李氏朝鮮比較特別 打開它門戶的是日本 所以日本在近代是先從被害者 後來變加害者 本來是被侵略 後來他去侵略別人 第一個目標就是他的鄰國 就李氏朝鮮 因此簽了江華條約 我是按照時間順序排的 燒掉門的時間 那這一張有沒有用呢 有在期末考 如果選擇題出現一些要判斷點 這張表或許會提供一點功用 我的水壺好像不見了 水壺常常不見 還是在某一個桌上 有看到白色的水壺嗎 好神奇喔 我的水壺固定會消失 好神奇喔 我的水壺固定會消失 好這樣子再等一下 好要往後跳囉 好再來我們要看一段 就是115頁 好那115頁就開始講 中國被打被迫打開門戶 門被燒掉的鴉片戰爭 跟南京條約 這段我想講長一點 而且課本你基本上看得懂 可是我覺得課本這段寫的不太好 那我現在要換一個方式來講它 那英國人在這段時間 對他跟中國的貿易感到不滿 那各位應該知道 就是大概在18世紀之後 中國就只允許廣州 跟外國人做生意 然後有訂了很多規矩 像冬天外國人不能在廣州過冬 然後這些外國人不能爬爬罩 不能亂跑 然後貿易有很多的漏席 跟不合理的規範 所以英國先後派了 兩次的史結團來 那三民版這一段講得比較詳細 特別是工業革命之後 英國為了擴大它的市場 那各位知道中國是一個 擁有非常多的人口市場很廣大嘛 那如果那個商業貿易的門開的大一點 英國工業革命之後 這一些大量製造出來的貨物 就有銷路了 所以積極開拓 開拓海外貿易的市場等等 好我想這一段各位也知道 英國在這個時候有一個最強的動力 要改善跟中國的商業跟貿易 所以國中有提到 英國派了兩次的史結團來到中國嗎 國中有聽老師講過嗎 馬加尼跟阿美士德有聽過這兩個名字嗎 有這個就有聽過了 好來還有兩次的史結團 那馬加尼有見到乾隆 後來阿美士德在1816年來的時候 沒有見到嘉慶 所以這是兩次史結團的時間 那這兩次史結團其實隔了蠻遠的 那有人就會覺得英國人蠻有耐性的 第一次沒成功 等了快20年然後第二次這樣子 可是等了快20年是超過20年 那實際上是當時的歐洲 因為法國大革命跟拿破崙戰爭 所以中斷了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第一次的史結團 也就是馬加尼的這一次 那這個是描述當時馬加尼 見到乾隆畫面的一張圖 請問這張圖是中國人畫的還是英國人畫的 英國人 你們怎麼判斷 他畫的超畸形的 他畫的超畸形的 我看那個眼睛的畫法 好像是傳統對於中國人的什麼鳳眼的一種 尖嘴猴腮嗎 尖嘴猴腮嗎 尖頭髒面 好像也可以啦 反正就是 就是不像人 然後乾隆為什麼長得像一顆氣球一樣 然後各位有沒有看到畫面的右邊 看起來是一個很理性的英國人的形象 對照起來啦 左右對照起來應該有明顯的差別吧 羽毛球拍 羽毛球拍 對他還有一些 像蒸汽機還有一些模型 然後氣候的一些 就是當時英國人認為比較精巧的機械 或者一些設備等等 那當時來的主要目的是 要改善英國跟中國的貿易 光能不能見到乾隆本身就有正義 因為本來官員下達的就是 因為見中國皇帝 中國是把世界各個地方 是不是都看成是 繁蜀或者次義等的國家 來見中國皇帝 首先要三貴九寇 可是馬加尼不願意 馬加尼就跟溝通的官員就講說 我們在英國對國王或者女王的最近禮 就是單膝下跪 然後把國王或者女王的手 拉來親吻一下 那官員後來就傳達這命令給乾隆 那乾隆好像在這個地方 就覺得還好 就說好那你就單膝下跪 但我的手不給你親 這很明顯啦 這東西禮儀不同啦 你現在在國際那個會面場合 歐洲人還是左邊右邊親來親去的 應該新聞畫面都有看到 那個乾隆就會覺得這超怪 我手絕對不給你親 好那因此我們看到的 見到面了 那馬加尼是先秀出他的一些 他覺得英國具有優勢的東西嘛 可是乾隆就不屑一顧 那後來還在見面結束之後 因為馬加尼的要求他一向都沒有答應 然後他就給了一封赤書 給英王喬治三世 當時的英國國王 那他想像的喬治三世就是一個小國家的 小君主啦 那赤書是上對下的 就寫一封信給你 那這一段我白話翻譯啦 我們中國什麼都有 是你們要來跟我們貿易 那我已經開放廣州這個地方跟你做生意 已經是皇帝施加恩惠給你們 你們現在還落力巴說提出一堆要求 一概不準 所以這就是這封信的主旨 所以我們看到英國人會不滿 他其實是有點投訴無門嘛 然後中國也沒有意願要改善嘛 那後來更慘20年之後阿美士德來到中國了 跟馬加尼一樣要談貿易改善 這一次連見面都沒有見面 因為皇帝換成嘉慶更保守 你沒有三跪九寇我就一定不見你 那阿美士德就裝死啊發燒啊 然後躺在床上啊說不能見面幹嘛 最後就被趕走了 所以我們看好兩次的使節團都無疾而終 好可是很奇怪的是 英國再來不派使節團 可是中國人開始對英國人的貿易感到不滿 這很特別 本來是英國人不滿來談都沒有結果 再來是英國人不來談 然後中國人開始不滿 所以這邊我們看這張圖就很清楚 這張圖其實蠻好用的 好那鴉片 你先在第一段的倒數第二行 把鴉片這個詞標記一下 鴉片我們一般會當成毒品 但其實現在醫療用的止痛針 大概也就是類似的成分 鴉片其實在中國的傳統也是藥用的 也就是止痛 類似這樣子的成分 所以就是說看你用在什麼地方 但各位知道現在醫療用的那種止痛針 是不是你也不能一直打 一直打是不是會成癮 所以它的劑量以及隔多久打 這個都是醫療體系要嚴格控制的 那所以鴉片你先不要把它視為罪惡 唐宋時代中國就有鴉片 從中東這個地方傳進來 那比較多是作為藥用 就是止痛震痛之用 好那所以中國在一開始 其實你看18世紀也有一個 比較低度的鴉片的引進 那因為早就有鴉片 所以不會把它當成問題 那馬加尼來的時候跟阿美士德來的時候 各位看 不管是乾隆還是馬加尼阿美士德 都沒有提到鴉片 就這個問題根本沒有翻上議程 可是就在阿美士德離開之後的幾年 中國的鴉片銷售開始暴增 大概在1820年之後 那1820年大概就是到就是嘉慶皇帝也死掉了 這時候是道光皇帝 所以你可以理解道光年間鴉片的問題變嚴重 中國的吸食鴉片的人口破百萬人 那此後增長非常快 那各位看這個邪律陡增 這邊代表的意義是什麼呢 這邊代表的意義就是 我們看兩個方面 第一個叫漏銀或者銀漏 你寫在鴉片的旁邊 漏銀跟銀漏正反講都可以 中文的好處 漏銀其實就是白銀流出中國了 我們知道中國在明清時代 一條編法各位記得嘛 一條編法之後中國收稅是用白銀 那中國的白銀都是由國際市場提供的嘛 因為明清地理大發現之後 實際上白銀就是一直流入中國 中國就把它當成是繳稅官方定的 法定的貨幣嘛 好那現在以前都是白銀一直流入中國 因為英國人要中國的絲綢 要中國的茶葉 要中國的陶瓷都只能拿白銀來換 中國人真的很奇怪 中國人對英國人什麼都不感興趣 只對白銀感興趣 可是白銀是國際通行的貨幣 當英國人拿來交換中國的貨物的時候 這是不是形同它在貿易上白銀一直流出去 所以英國要改善這一點 那你找不到中國想要的貨物怎麼辦呢 就賣毒品給中國 這個當然是有道德上很大的問題 所以後來中國人為了要吸食鴉片 就只能拿白銀來換 所以幾百年的形式逆轉 這時候白銀開始嚴重的流出 就是你寫下來的銀漏或者漏銀 那這個問題是有多重的影響的 那各位看一下後面 因為這都文言文我沒有時間解釋了 那這邊像黃絕資就是屬於中文程度超好的 你中國有用之財 天海外無窮之禍 其實你都看得懂 也就是說文筆超好的 那他有提到一個很重要的現象 中國繳稅是用白銀 可是平常日常生活是用銅錢在交易 那你一年總有到了那個繳稅的那個時候 你是不是要把你平常用的銅錢換成白銀 那中國白銀的數量是不是隨著銀漏越來越少 物以稀為貴 銀也以稀為貴 當中國的白銀越來越少的時候 它跟銅錢的比價 你是不是就要拿更多的銅錢才能換到等額的白銀 那以繳稅來講是不是負擔實質上變重了 因為政府規定你繳稅的白銀的數額是沒有變的 以政府的角度來講你繳的是一樣的稅 以老百姓來講是不是要拿更多的銅錢去換成白銀 負擔實際上是增加的 所以這個問題會引發很多的問題 第二個 那些吸鴉片的人吸一段時間之後都骨瘦如柴 如果是阿兵哥不能打仗 綠營不能打仗 那如果是一般的勞動的人口不能工作 所以你看那個清末的照片 就躺在那個很大張的床上面 吸著一管鴉片煙 什麼也不能做 就天天是那個煙 煙霧繚繞的畫面 那這個地方我們看到 所以為什麼林澤徐代表 就是代表道官皇帝到廣州去燒了鴉片的原因在這邊 你在第二段的一開始就看到這邊 我是分析他的大背景 那於是英國人的認知是他的財產被燒了 中國人認知我是查進毒品 同時把一些問題解決 那這個問題後來就回到了英國 英國算民主國家 英國要出兵中國是我們後來知道的事實 但要國會表決通過 歷史就有這麼樣的事情 國會最後是以一票之差 通過出兵中國 懲罰中國 那所以這一票就非常之巨大 所以我們如果從查一票 你是不是知道英國國內 對於為了毒品問題出兵 是爭議的 而且是五五波 可是最後結果是出兵啊 那我們讀到就是後面這一連串的歷史 好來我們看鴉片戰爭 跟不平等條約 那這一段大概是115頁 下面這一段在提的地方 好那這一張原則上你不用去記它 這一張你看一個感覺 中國在19世紀一方面是內亂很多 我們講過19世紀 在中國是叛亂的世紀 好那右邊就是我們現在要講的 中國不只內部有很多人的叛亂 在外部也有非常多外國的力量 就像我們講英國要改善貿易等等 因此陸續就有很多的戰爭 簽了非常多的條約 那這些東西是一個交織的一個過程 所以這一些內亂跟外患 是一個連續的過程 它共同構成了清末中國的整體的圖像 那當然我們現在因為課程 也不會要各位去背這一些 很具體的年代了 但各位就是看一個感覺知道 清帝國百病重生 同一個時間都有很多問題 要同時解決 好那這一張是鴉片戰爭海戰的一個畫面 這是後來畫的油畫 但我覺得這一張超適合拿來講解這一段的 當時中國的船都是木造的船隻 英國在工業革命之後 它一開始是煉鐵 後來是煉鋼 各位知道這兩種是含碳量的差別 那它煉鐵技術後來就反映在它的船隻是鐵殼船 所以雙方的船長的不一樣 那雙方都有火炮 中國的火炮是耶穌會傳教士傳進來的 那個火炮有一定的威力 可是打在英國的鐵殼船 這張沒有畫出來 大概這邊這個應該是英國的船 打在鐵殼船的上面 它就彈回來 它沒有辦法突破鐵甲鐵殼 這樣給我聽懂意思 它很像那個彈珠彈下去 然後又掉到海底這樣子 可是英國的炮彈威力 比中國的強大很多 中國又是木造的船隻 一旦種彈就是整艘船全部粉碎掉 這個差距非常之大 所以一個工業化的國家 跟一個沒有工業化的國家打仗 就是大人打小孩 還沒打都知道勝負已定 這是為什麼十九世紀的新帝國主義 無往不利 它去征服各個地方 你的國家都變成殖民地 或者快要變成殖民地 還有另外一個差距是速度 英國的船隻是蒸汽船 當時像林哲曲 一開始他就很不能理解 為什麼英國人的船跑這麼快 那當時中國的官員 就自己腦補那個畫面 英國一定是派了三倍四倍的人力 在船底在划船 還故意不讓你看到要嚇中國人 可是我們都知道那是蒸汽船 所以他用的是機械的動力 那我剛剛描述這個東西都是在講 工業化之後的英國的軍事 跟中國當時第一次遭遇他的時候 他是用什麼樣的心態去面對 好那請看簽訂的南京條約 在第三行第二段的地方 好這一些我想你就看過去 割地賠款 來這邊把握一個重點 南京條約不是不平等條約 我沒有說它很平等 但一個戰敗國割地賠款是基本 各位是不是知道歐洲 19世紀末也有一場叫普法戰爭 法國打敗仗之後 是不是割了亞爾薩斯跟洛林 你有特別在談世界史這一段的時候 說這個條約是不平等條約嗎 不會特別講 因為戰敗國割地賠款 是國際法常見的事情 好因此各位在這個地方看到 這些 這不是不平等條約 我沒有說它平等 對所以課本寫錯 我等一下再跟你講不平等在哪裡 有不平等 考試不會特別去考你 考試會考那個條文的本身 這一段不是不平等條約 我再強調 好那這邊的南京條約在1842年 有一條特別值得注意 我畫下來秉公議定稅則 這一條各位知道 條約的條款本身是虛的 有看出來嗎 秉公是不是其實沒有講到具體的東西 也沒有講到底稅率是多少 所以根據這一條 會有虎門許約 來重點來了小補貼 右邊 你把第三個畫下來後續 南京條約後續另定有通商章程 跟虎門許約 畫下這個地方 這些才是不平等條約 這些才是不平等 我剛剛已經講得很清楚 不是說這些叫平等條約 而是說戰敗國割地賠款是常見的 那個時代都是長這樣 好那因為要秉公議定稅則 當時沒談清楚 後面就虎門許約通商章程 談清楚嗎 來這邊就是通商章程 跟虎門許約的內容 都是不平等條約 這一頁才是不平等條約 第一個關稅協定 關稅協定是中國進口 從外國進口的貨物 跟中國出口的貨物的稅率 必須要跟各國協定 來關稅是一個國家的主權 當你自己國家的關稅 要跟外國協定 就是主權的淪喪 這樣聽懂意思嗎 這叫不平等條約 我們現在會在稅率上會去定 都是利用國際協議 可是那個都是平等的 來這是不平等的 再來 允許英國領事審判自己的臣民 這個叫制外法權或領事裁判權 也就是外國人在中國犯罪 歸外國在中國的外交官審理 我們今天如果拿一個例子來講 今天一個美國人英國人在台灣犯罪 是不是適用中華民國法律 因為我們的法律是屬地主義 所以這一條等於是讓中國的司法權 這個也是主權的淪喪 這是不平等條約 現在根據國際慣例 只會有一群特別的人 是有制外法權 外交官 外交官被派到他的住在國的時候 通常會擁有一定程度的司法的豁免權 也就是制外法權 但這是特例 這個東西等於是所有外國人在中國 都不歸中國的司法管轄 這個很嚴重的 再來外國的軍艦跟商船 都可以在中國的港口停泊 這個也很危險 各位知道我們學校的 往那個方向去就是淡水河 那邊如果停一艘美國的軍艦 然後他覺得北女隊要造成威脅 就朝北女的方向開幾套 所以清末中國就發生非常多這樣的事情 這個其實也不平等 我們一般不會讓外國的軍艦 在自己的河川航行 你光想就知道危險性 再來給予英國片面最惠國待遇 這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中國再跟其他國家訂了條約 有跟我英國訂了條約沒有的條款 我英國一體適用 VIP待遇啦 所以各國就會連成一器嘛 所以各國是不是都會自己去突破 某一個條就是定一個 在中國佔有的特別的條款 那其他國家都有片面最惠國待遇 所以是不是都可以拿去用 所以各國在中國利益會趨於一致 那等到這個幾個不平等條約 跟剛剛的南京條約定起來之後 美國跟法國也來定條約 那這邊就有一個同學常會問的問題 中國又沒跟美國跟法國打仗 為什麼也要定條約 對中國來講有一點是一視同仁 第二個是本來也沒有說打仗才能定條約 有時候定一定先把問題處理掉 不一定是壞事 可是這兩個後續訂的條約 有兩個後來不利影響的條款 一個是跟美國訂的旺下條約 規定12年修約一次 就我12年之後我可以適度修改內容 那結果英國後來就說 我因為跟你訂的南京條約的旭約 有片面最惠國待遇 所以我12年之後也要修約 這個是一個很牽強的描述 國際法是一套很複雜的法律 那我只能大概說英國這個 拿片面最惠國待遇 來引用它12年之後 它的南京條約跟續約要修約 這是不合國際慣例的 所以我們在這邊會看到一些列強 比較凶狠的臉孔 就是說他們其實不一定是理職 他是理虧但他還是照做 再來跟法國的黃埔條約可以設立教堂 所以雍正1723年的禁教令廢掉了 外國人這時候不管新教舊教都可以傳教 那因此我們看到這幾條是第一波的條約內容 再來第二段 20年之後又有英法聯軍 其實英法聯軍就是剛剛講的修約的問題 所造成的 因為我們剛剛講 旺下條約不是12年可以修一次嗎 英國人就說我也要 我有偏偏最惠國待遇 所以1850年代的時候 他們來中國討論要修約 那中國其實國際法是站得住腳說 我沒有跟你說12年修約啊 所以後來英國跟法國就各找一個藉口 我不知道郭忠祐老師有沒有補充這一點 英國就用亞羅傳事件 法國就用神父在廣西被殺 廣西教案 可是這兩件事都是英國跟法國理虧 所以亞羅傳事件是有中國的官兵 在一艘懸掛著英國國旗的船隻 上登船去搜索 那各位知道船隻如果有掛特定國家國旗 那艘船就是那個國家的領土喔 那因此理論上中國的官兵不能夠登案 就算他要搜捕險犯 也要得到船隻的那個掛著國旗的國家的同意 可是我為什麼說這件事英國理虧呢 因為那艘船註冊英國國旗已經過期了 過期就要重新註冊的意思嘛 好所以英國是拿他當藉口 真的是藉口 那你說法國不是神父被殺嗎 這中國人太野蠻了吧 不對這件事是法國的錯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的黃埔條約 他可以在哪裡傳教 是不是通商口岸 他為什麼跑到廣西 廣西不是通商口岸是內地耶 因為神父違反條約規定 跑到內地 就是不是港口去內地傳教 那他被殺 他被殺當然這件事很難過 但是他自己先違反條約的禁令 所以這兩件事後來拿一張英法聯軍的藉口 就真的是侵略喔 你如果要講鴉片戰爭 中國還有一點就是在魅於世界大事 英法聯軍其實這邊 英法的嘴臉是比較難看的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 這邊英國人跟法國人 就大軍殺過來了 那這場戰爭其實就很快結束 因為等到英法聯軍打到天津 天津的後面就是首都北京 皇帝皇帝的家 所以打到天津就是皇帝的家有危險 前鋒皇帝趕快派人去跟英法談判 那這邊後來美國跟俄國因為居中協調 所以天津條約是跟四個國家一起簽訂的 這邊我有列出來 那這個條約特別跟台灣有關係 台灣列為通商口案就是在天津條約 可是天津條約我們看賠款不講 開放十個新的口岸 那這個口岸我給各位看一張圖 原來南京條約開放了五口這個顏色的 是不是都在長江以南 現在新開的口岸你有沒有發現 台灣也有 長江以北是不是也有 更重要的是長江流域是不是也有通商口案 那我隨便舉個例子 漢口是天津條約開的通商口案 你為了讓外國人在漢口做生意 你是不是得讓他行駛長江 所以有一個不平等條約在這個時候出現了 叫內核航行權 課本可能沒有講清楚 你可能聽過可是你不知道原因 那一般國家的河川我剛講過不會讓其他國家任意航行 但這時候就是你為了讓他在漢口做生意 是不是漢口下游的地方全部都有外國人的商船跟軍艦 那他們要哪一天不開心 是不是就用大炮就炮轟兩岸 這種事後來常發生 所以他的威脅性是非常大 他的軍艦已經在一個在中國的心臟地帶了 所以這是不平等的 好那我們再繼續看 外國人可以在內地 所以以後也沒有什麼廣西不能傳教了 你要在中國哪裡傳教全部freestyle開放了 各國派公使駐金 當時叫公使就是現在的大使 所以各國有最高層級的外交官 在中國的首都可以跟中國的中央政府直接溝通 那這一點其實還好是因為 這就是一個現代國際體系 當時中國的想法是說外國的間諜就直接在我的首都了 中國當時沒有現代國際外交觀念 一段時間才接受 好這一條也值得注意 各位是不是知道英法聯軍有兩次 英法聯軍會有兩次是因為這一條 一年後換約 現在的條約我們現在因為通訊非常發達 通常是簽條約就可以直接換約是因為透過視訊通訊都可以及時 那當時是這樣 因為簽條約的一定是國家的代表 像中國就是皇帝的代表 那簽約之後要給皇帝本人過目才確定 那英國是要國會批准 所以這個就要有一段時間 所以當時就規定一年後 英國國會也批准了 中國皇帝也看過了 再回到條約的簽訂地點 天津來換約 換約同時生效 所以理論上是不是1859年天津條約會生效 英法會把他們皇帝或者是國會通過的條款 是不是拿來換約 好出事就在換約這個時刻 因為當英法要來換約的軍艦來到了中國的時候 就發生了衝突 那這一張是我覺得還不錯的圖片 它是一個鳥看圖 這裡是渤海灣 那這邊是天津 天津背後是北京 那它是用比較誇室的方式 把紫禁城整個畫出來畫得比較大 這裡是天津 那這邊有一條河川叫海河 海河是這邊最重要的河川 可以行駛大船 那當時英法要來換天津條約的船 就說我要通過大孤 因為從大孤可以 他們的軍艦一路行駛到天津 可是中國就說我在大孤有砲台 這是我的國防據點 我不能讓你通過 欸 中國有道理喔 中國沒有開放天津為通商口岸 也因此這裡是沒有內核航行權的 中國是可以在大孤這邊把外國擋住 中國另外指定的是在北邊的北唐 這邊 你英法的軍艦在這邊停泊 你再走陸陸到天津換約 就是有提供一條路線 但英法就是堅持 我要在大孤這個地方 我要走海陸軍艦到天津換約 結果衝突就發生了 然後中國在近代幾乎都打敗仗 這場勝仗大勝 當時一個蒙古將領升格林慶 守住了大孤砲台 然後英法要來換約就不成 所以就回去歐洲告狀 結果隔年就派了十倍的軍力 要來懲罰不義的中國 可是你們聽我剛剛的描述問題在誰身上 問題在英法的身上 可是這沒辦法了 當時就是弱肉強食實力法則 所以等到1860年 第二次的英法聯軍來的時候 就一定要在短時間讓中國屈服 而他們第一個就是先攻下大孤砲台 這個就是第二次英法聯軍 在1860年大孤砲台被攻下來 各位可以看到照片當中的臉孔 都是外國人喔 都是英法聯軍喔 然後他們就一路的攻下了天津 最後就攻下了首都 當時中國的皇帝是咸豐皇帝 二十幾歲而已喔 年輕皇帝喔 就道光之後的年輕的皇帝 然後因為皇帝的家 他已經外國人遞達了 皇帝這時候只好逃亡 那清帝國是有第二個紫禁城的 叫避暑山莊 在承德 那他是夏季 清帝國的皇帝會去狩獵 跟蒙古的王公貴族 Social的一個行宮 那會叫避暑山莊 請問是哪一個季節去的 你們回答 他應該是夏天去的 可是咸豐 就是鷹法聯軍攻到北京的時候 是嚴冬的時候 冬天的時候 所以咸豐是在冬天的時候 跑到一個可以避暑的地方 他在 他最後是病死在避暑山莊 那跟天氣有沒有關係不知道 也有人說他是染上性病 無論如何 鷹法聯軍攻入北京城之後 他引發的是皇帝逃亡 最後皇帝就死在避暑山莊 而再來即位的是小皇帝 因為死掉的咸豐死的時候只有30歲 再來他的兒子一定是小皇帝 就同治皇帝嘛 因此皇太后垂簾聽證 皇太后就是咸豐的老婆 咸豐老婆是誰呢 慈禧 所以他開啟了慈禧50年的執政的歷史 所以各位要知道 第二次鷹法聯軍 把清帝國首都攻下來 他是有一連串的那個後續效應的 那各位看 鷹法聯軍還為了懲罰中國 刻意在北京燒了圓明園 圓明園其實是有歐式的庭園在裡面 因為他是有那個郎士林 當初耶穌會傳教士所設計的一些 宮廷就是巴洛克式的也被燒掉了 好那在北京條約就直接承認天津條約 而且不用換了 上次換就出大事 賠款增加 然後天津開尾通商口岸 所以以後海河就可以航行了 大孤砲台也沒用了 好這邊直接生效 那我想這幾條各位都看得懂 現在麻煩各位手機拿起來拍一下 好這邊我就不會再詳細講 但就是說我們剛剛講就是他開啟了中國 中國十九世紀 因為門被燒了嘛 不平等條約的世紀 好這邊是一個三階段 1840年代 60年代 1890年代 不平等條約的三階段 還有第二張 來第二張 好這個是沒關係先第二張 那中國的領土是先從點再到面被侵略 好所以這個也是1840 60跟1890年代 現在回到第一張 好那因為各位剛剛有耽誤我幾分鐘 請再讓我幾分鐘再講一下底下這邊 好我們現在把日本開一個頭 翻到在116頁的地方 只會講一點點不用擔心 好那我們看到我們把日本打開門戶這一段掠題 來日本被打開門戶是在中國鴉片戰爭的十多年之後 是黑船事件 你先把第二段第一行的1853年標記一下 好黑船長這樣子 我們從它中間有一個煙囪這個是蒸汽船 可是各位是不是也看到那個有張啟帆 早期的蒸汽船其實還是會用鋒利來做輔助 因為沒有理由鋒利很強的時候 我要捨棄鋒利嘛 好所以當這幾艘船出現在江戶灣 江戶灣就是今天的東京灣的時候 好實際上當時對於德川幕府江戶幕府來講 是一次非常大的震撼喔 因為太平歲月已經過太久了 好所以各位看當時在東京灣江戶灣 就引起了一陣騷動 那當時的裴禮將軍 也就是美國派來的特使是拿著總統的訓令 然後如果日本不答應就要直接開炮 也就是說隨時有武力對決的準備 那這邊牽涉到一個問題 為什麼中國是英國打開門戶 為什麼日本是美國打開門戶 當時美國在太平洋已經開始補鯨魚了 各位知道歷史上不會去補鯨魚這種生物 因為人跟它的size差太多了 可是人在工業革命之後 有了蒸汽船 它可以在太平洋速度上趕上鯨魚 力量上可以跟鯨魚搏鬥 可是蒸汽船它需要煤炭的補給站 所以它就在太平洋沿岸各個地方 到處要找可以煤炭補給 實際上後來天津條約 台灣不是開了一個港口叫基隆嗎 基隆就是美國建議的 因為基隆有煤炭 所以在1853年更早 它要日本打開門戶的一個理由 就是日本要提供食物跟飲水的補給 還有煤炭的補給 好 那這個時候來了 日本人非常驚慌 好 那因此就有詩人就寫了一首詩 那我覺得它很傳神的傳達了 當時日本人的驚慌 他說本來喝了四杯的上喜鑽 上喜鑽是一種茶的名稱 喝了四杯各位知道茶有咖啡因 喝了就睡不著覺 那它其實是有影射 因為上喜鑽的發音跟蒸汽船 一模一樣在日文 所以來了四艘蒸汽船 日本再來就沒有太平歲月 所以這個是詩人的表述 那率領四艘船的就是這個裴禮 我之前去日本玩還買到一個印章 那我們知道英文表述很好就very good 那日文就有一個用裴禮 裴禮將軍做寫音 裴禮 good 所以裴禮 good 可以拿來蓋那個學生作業的印章 那所以裴禮就是一個日本的高中生 熟知的一個美國人 那因此1853年就要強迫日本打開門戶了 那日本有沒有選擇跟中國一樣強硬的對抗呢 沒有 我覺得這一段又講到中日歷史很大的差別 中國在十幾年前已經戰敗了 日本是一個力量在當時很明顯小於中國的國家 他們看到中國這種大國都戰敗了 他們有理由跟美國要PK嗎 所以各位是不是看到這兩國的發展其實不太一樣 中國往往首當其衝 因此就跟美國跟裴禮講說 那你讓我們一年討論一下 隔年再來 隔年就很準時的 江湖灣又出現了裴禮的艦隊 就簽了沈奈川條約 那這個條約的內容在很多都跟南京條約 以及配套的一些條約是相關的 好我們今天先講到這邊自由下課 你們是再來還有游泳課嗎 有喔 有喔